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台湾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我们的师队 谢谢我们的台湾山 尤其是五金师代表了五福灵门 也要来祈祝我们现场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能够合家平安 那我们传统的我们的形式 分成我们台湾师还有广东师 那广东师呢 他比较以比较华丽的一个活泼的方式 比如说跳桩或者是彩青 那台湾师的话 会以中国武术来做结合 所以呢你们在看呢 不管是他们骑队 或者是在武师的朋友 他们的那个举止头组之间 都那个基本功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顿挫之间 非常非常的明显 离让他们在这个学校 來現在大家所看到 就是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台灣師呢 他會結合了中國武術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 我們持雙 應該是雙短刀的 以及我們的大旗 那有些在台灣師 他也會跟宋江鎮呢 是結合在一起 那因為呢 所有的關係不同呢 所以在每一個他們所呈現的 一個表演的方式 也不太一樣 這個應該是對著說 傳說的打磨拳 打磨拳 你看 現在是我們所看到的女子VV 雖然是女生 但是呢 他們在整個打拳的過程當中呢 也不輸給男生喔 雖然說男生呢 他們的整個的簡潔的力道上面 會比較足一點點 但是在以自己女生來講的話 有的女生就是呢 只能刺刺繡啊 撲撲點 哪有 你看看我們這 這一隊呢 我們女子VVVVV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們會跟他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今天女生來講 這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喔 很棒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吗 他们应该在下一个点 这是我们的帅当欧的部分 真的是国小的小朋友 拍照没大 这应该是最小的关刀 小关刀 大人都拿大大的关刀 小朋友拿最轻的关刀 来 掌声 现在呢 这应该算是他的师兄 这两位 其实也不一定 有的小朋友入门比较早 有时候比大哥哥们 搞不好是他们两个的师兄 这呢 是我们的双棍 我问一下 下面有什么比较好的点 可以这样 下面 下面下面 掌声不力 郭福玄那个 这是什么派成功的 他骑头 这样在骑头 所以呢 在他们的武器当中 其实呢 以前呢 这个中国武术 应该就是说明一个村庄里面的一个守卫队 就像我们现代的手腕香租队的意思 他们像手腕香租队呢 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就会开着巡逻车 在我们每一个街道上面都有巡逻箱 就是代替了警察扑扑这样子 跟我们在街道上面 跟我们的护灵上面呢 看看安全性 那这个也是因为早期没有巡逻车 也没有所谓的守望相助队 所以呢 在每一个村庄 他们就会成立所谓的那种 宋江镇的一个管理 然后主要就是来保护 整个村里上面的安全 金融 鱼 鱼 来,谢谢,谢谢,谢谢新音师